中国的财经讯息带您来看到 中国当局发布7月份制造业资料出现小幅上扬 然而 由汇丰银行同一时间发布的独立调查则显示 采购经理人指数呈现下跌 中国制造商面临的商业环境显著恶化 分析指出 制造业的萎缩 无疑会对以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打击很大 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汇丰银行8月1号发布的中国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从前一个月的48.2跌至7月份的47.7 为11个月来的最低水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英国路透社的报道说 中国7月份的产出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处在50下方 并创下10个月最低水准 新订单的指数创下11个月最低位 调查还显示 大陆国内外市场状况均转弱 导致需求放缓 出口商反映来自欧洲 东南亚和美国的新订单量全部环比下降 然而在同一时间 中共却公布PMI指数 从6月份的50.1增长到50.3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 超过50表示经济膨胀 低于50表示经济收缩 澳新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立刚表示 中共发布的PMI似乎有些失真 这可能会延误政策调整时机 导致决策失误 全球联合国的成员国是198个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超过4个 就是党也拿入国家的成本运算 也背在老百姓的头上 这和所有的法治国家来比的话 它就无缘无故的多出来一块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龚胜利指出 中国不仅党政双重运行 而且七级架构制远多于美英法 等国家的三到四级架构 导致行政成本大大提高 再加上国有企业的垄断 无形中都抬高了商品的价格 龚胜利还表示 以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和欧美自由贸易区 从今年10月实施后 还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更加致命的冲击 早在2009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经济学家张维英指出 2008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 显然过高 达到了37% 法新社引述汇丰银行专家表示 中国制造业7月份面临的经济形势 明显恶化 需求持续不振 新订单减少速度加快 就业岗位的减少速度也是2009年3月份以来所未见的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产品是廉价劣值的产品的代名词 如果中共不保护智慧财产权 不限制仿冒产品 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高精尖的产品 就不能从制造业大国转向技术性大国 就无法走出当前的困境 中国的货币现在投放量之大 它的出口依然在萎缩 还有中国的三驾马车 投资消费和出口 除了投资以外 其他的都拉不动 这种结果可以想象二知 龚胜利认为中共破坏了中国传统的人文规范 目前经济运行的品质 商品品质以及人文道德标准都位列世界最低行列 他指出今年6月20号出现的钱荒绝不是偶然的 中国经济还要出大事 已经到了严峻期 新唐人电视 陈汉 宋丰 周天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周天采访报道